我不是變的 我是慢慢開始要求多了 因為剛才說過 因為我小時候比較想說 這裏不夠錢,那裏不夠錢 這裏這樣自己都不太敢說 現在到了這個年紀 想做show 終於自己多一點 始終是我自己的演唱會 我常常跟他們說一句 別人的演唱會我就沒得說了 自己的演唱會也沒得說就很慘 我很想忠於自己的想法多一點 所以他們會比較辛苦 香港站會不會要求再高一點 我要求都高的 沒得再高 但是會不會好一點就很難說 每晚都要看不同狀態 是的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改秀 怎樣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秀 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都盡量不用動 都是要取得平衡的 因為始終我自己都是 國語廣東我都唱的 而去的地方都是很多 國語廣東的不同地方 怎樣去取得平衡 就是我們一直要調整的原因 但十場會覺得多還是少 十場我覺得應該 因為其實今次是單邊台 其實觀眾少了 比起我們四邊台 十場我都比較有把握 如果他們再多一點 我自己覺得 最好還是謹慎一點 是的 會不會很重 時間有在 我覺得還是要看 看反應如何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需求 始終是市場 我們有那個需求 好像兩場 還是現在一場 是呀 是呀 現在我在做三場 一個星期做三場 我覺得第三場 我覺得如果香港這樣做 就是連續做 我覺得兩場好些 第三場你會開始 體力會差些 可能你休息時間要長些 如果做兩場 我覺得剛剛好 休息一天再做 也可以 但是平安夜不是很少 和大家倒數嗎 倒數是星期幾 平安夜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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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就是平安 在家裡就很平安 我們就沒有想著是怎樣的 因為要不然你就要 那兩天又跟著要夾兩天 這樣很亂 那你是不是唱到去看待 就是三場 蛤? 現在不行了 現在 你們唱了一場 現在不行 唱到去 你說唱到去 花年 花年 要看大家有沒有這樣的 什麼 這個世界 沒得住的 千萬不要說這些 我也不是很信 那些實有 實德那些 其實做了那麼久 restore 是嗎 可以見過 不可以試過 你始終都是 我自己還是比較 比較傾向謹慎一點 好一點 保守一點去做 以世衛情形的事情 如何可以再避免發生 大家都擔心 我都是跟自己的發病率去看 我小時候就每年一次 現在大了 差不多30多 40歲之後 就隔很多年才一次 所以其實上次都很稀有的 所以我自己估計 我估計應該在 希望 應該這樣說 希望在接下來一兩年 都不會有發生 一兩年都做完了 做了這麼久 不是吧 香港的每台限制 是否就隔了 放到舞台 設置一個難題 這個就要交給我們舞台 的工程總監去負責 他們決定那個 是否可以放到 但我的要求就是 不可以少了 不可以少了 現在我收到的消息 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可以做得到 比如說威亞 其實我們沒有用的 我們用的不是威亞 我們做的 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 總之是一條 鋼 即是那些機器 那些來的 所以應該都是沒問題的 而且我們已經做了 45場前面 全部都是正常發揮的 是 好啊 那你會不會 上次做完之後 再回去 這也是第一時間 時間是否可以呢 第二就是 究竟是否會 即是 無論我們做的秀 如何好 始終都是要看觀眾 他們怎樣看的 即是要看了 是否喜歡呢 是否怎樣 所謂翻牆和不翻牆 都是要看他們 是否有這樣的要求 要不然 你說想回來 都不敢幫你做 是不是 所以都是要看 出了你的結果是怎樣 這樣 反正我們都是盡力去做的 盡力去做 那 想也是盡力去設計 這樣 做 我自己就覺得 都很接近我自己想的表現 其實 所以都希望大家喜歡 但是你有沒有一些錯誤 因為冬季好像病 會不會都後來藉著透網 你都看到的 大家 很感謝大家 配合去戴口罩 這樣 始終 正如政府都呼籲 其實COVID 或者其他的病 其實都是風土病 已經開始 那 那 Touchwood 那 我就是非常小心的 那 會盡力去 盡力去保護自己 這樣 有些藝人會選擇 那段期間會選擇自己住酒店 即連家人都會隔絕 我誤會 是 在香港都還住酒店 就很奇怪 我真的覺得 澳門我都沒有住人 是的 我做澳門的時候 我也是回來香港 其實 香港更加 沒有需要 其實 所以 我覺得 因為我家裡也是要小心的 因為其實都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如果不小心都應該 都陽過了 是不是 都陽過了 你沒有做 我是 沒有的 沒有的 你好像他 我是沒有的 所以是 就是幾個原因 那 就是 因為我唱歌的 始終那些 感冒 就是流感也好 或者COVID也好 那些都是會攻擊肺 的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會對唱歌有什麼影響 我自己真的不敢搏 這是第一 第二 自己家裡有年紀大的人 那 媽媽八十幾歲 那 都是要小心 是的 我到現在 還沒聚過口罩 見我媽媽 她可以看 她可以看 她就帶口罩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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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 自己都 是的 我們都盡 我們做 沒有理由要她戴口罩 我自己戴口罩 這樣 是的 所以都是這樣 那 那時候已經做了有嘉賓 嘉賓 有嘉賓 是不是都做老闆 沒有 我很多年沒有設計 我沒有想 自己控制不了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做演唱會 是有一個 很注重的一件事 整個演唱會的流程 就是節奏是怎樣 嘉賓是很容易打斷節奏的 其實 第一 請嘉賓 是不容易的 請了嘉賓 之前也說過 請了嘉賓 你又欠了別人一次人情 你又不還又不好 別人請了我來 你又不來 這樣又不太好 所以我自己就盡可能 為了保持節奏 和我自己不太懂得開口 那我還是沒有 還有我自己已經習慣了 過去 我想近五個演唱會 四個演唱會 我都沒有請過嘉賓 所以我們都做什麼 是 過禮 我非常 香港開場 太太和女兒 是否一直來捧場 女兒在外國讀書 那就不知道 是否回到來 太太會來 是 那還有一條 當然有 我現在不做 還什麼時候做 說而已 說有七十八十而已 是嗎 說嗎 是嗎 不知道 有七十家 是嗎 是 是 那我跟演唱會 是 是 不是 那谷書千辛斯 都是七十家 所以我們都是 懷抱著一個良好的願望 良好的願望 去做 盡情地享受我舞台 當然 我剛才說過 在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不覺得 七十家 是 太大人幾 其實 我自己還有一個良好的願望 希望七十家還可以 不過 那都算是一個警鐘 我自己覺得 我看新聞 都知道她準備做演唱會 所以其實都很可惜 其實 那 盡量做好 盡量做好 今次的演唱會 先講 其他不要想 好 好 辛苦了 不會不會 謝謝 謝謝 謝謝